其實近年的施政報告都沒有什麼看頭的 因為香港搞到它亂了 現在都香港不像香港 其實都很難說有什麼做出來 現在它擺平了它的反對派 它當然可以是威風的做一些事情 但是你看到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其實都很有限 因為你第一就鱷於那個財政 你在不花錢的情況之下 你是要做很多事情 你都是車債炮多的 叫商界做 商界如果做得到都不用你叫 做不過的話你叫它都不會做 第二就是在共產黨一強勢統治之下 它有很多事情它困著你 它綁著你 你是很難做的 其實現在整個政權都是個傀儡政權 它實際上它都沒有什麼可以 就是走站的空間很小的 走站的空間很小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有多少事情是真的自己做到的事 比如說樓市在鬆緊 就是鬆不鬆綁 這個我想它都要在問准上面它才做得到 那你如果其它那些更加難 那你如果是一些所謂的新有 那我想都講過了 比如說你搞了一大堆那些 什麼科學員 科技員 然後大量輸入大陸人 這些已經在做了 就是你說再一些新鮮些的 未知道 未聽過的東西 我還沒看到它怎麼放風 其實通常如果真的有東西的話 臨出報告之前那兩個月都有風放 那現在都沒有 那其實應該都不會太多東西的 它可能會有 當然每年都是啦 讀兩三個小時就浪費了時間 那些數字是會多的東西 但是很多東西都聽完之後 都是覺得沒什麼用的 香港的經濟真是日落四三落 播出是不是? 如果要你來 給香港政府出個招 播出你覺得什麼呢? 香港政府你還有一個辦法 可以挽救香港的經濟嗎? 你挽救香港的經濟 你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就是你將那個施政報告 割短到一個小時 在一個小時內讀完它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盡量將大部分的東西 給回市場做 就是政府最重要不要左頭左勢 不要左頭左勢 其實世界就美好很多 你又是搞得多東西 大政府要強制的話就越壞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現在都很念舊的 打算搞一些夜市 你回憶一下 以前香港是怎麼做得起的 就是當時政府不理的 不理的話就自然會做得起 很簡單 夠不夠到市 我想夠市就未必夠夠到的 因為始終那個 就是樓價升跌就不是看這些東西 是看大圍環境的外圍的息口 或者美金強弱 就是那些東西控制著那個 整體那個樓市的周期 周期的上落是看那些東西 那 那 現在 就是 外圍那個周期都在向下 那你香港那個周期 我相信沒有就計 你切辣也沒有用 但是 切了辣 你可能會令到 就是有些本來想 想換樓 想買樓那些 那可能會 但是未必能回到很多 因為你始終如果樓價跌的話 都不會太多人買 那你是移走了一些 阻礙小的政策 那變成有些本來想買 那被你阻礙那些 那他現在可以買到 但是這個不會太多 所以對樓價就沒有幫助 對那個成交可能有些幫助 那如果你對那個成交有幫助 你成交多一點 那照計就 比如引花稅 那些 相關的 就是那些 買賣樓宇的稅 那你應該都會收回多一點點 但是同時間 因為你切了辣 那裏又減了稅 那你一加減之下 你都很難說 它是不是會收回多一點 就是其實都 也都 就是始終都是那句 你的成交暢旺就自然會多 現在成交不行的 或者樓價本身那個背景不行的 那你都不用在這方面打算 兩萬元就沒有什麼用 因為現在你去私家生的 就是公額不用錢 但是公額那些生死人也試過 那你私家那些呢 一動都很脾氣的 下樓都沒得到 那如果你說兩脾氣 我想你對中產來講 如果它能生的話 它也不是說很自在 就是很多東西 兩萬元不是很好用 就動就沒有了 說真的 你比如說生孩子買一張床 不要說搬一間大屋 你買一張床 買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就是這裡那裡 都很容易沒有了 很快就用了 那兩萬元真的不知道 可以做些什麼 因為你打後 譬如讀幼稚園 現在幼稚園不是免費的 讀幼稚園 你都知道你學費都幾是東西 所以我不認為那兩萬元是什麼幫助 反而就是 你真的想那些人生 你在那個工人配套那裡有問題 我看到很多人最頭癢的事情 就是請不到工人 請不到工人 就是你現在請工人 那些彬彬彬彬彬 那它的經濟都好了 那你現在它吊起來 你去請它的那個成本一動 譬如說 那些彬彬彬跟你找 就脾氣兩脾氣 現在在說你 實際上那個價格也是 你說4000多元 實際上很多人都給不止那個數 就是已經是高過 那你一闊多大呢 那你請完之後 因為那個工人還要你包著包著 那你那裡是一條數 都沒有所謂 就是生得都預料了 但是問題是請不到的 請不到那一刻就拿命 就是你突然間搶人 你請不到 那你沒理由要那個女人不上班 然後坐幾個小孩 就是我想很多人不肯 所以他不在這個位置那裡想 就很難搞的 你既然大開中門 放那麼多大陸人 那數二十萬人下來 你不如放一些女生下來 好過吧 就是你印度菲律賓那些 都未必給那麼多給你 那你越請越雜 譬如請到孟加拉 或者中亞那些 就是他可能還沒做過事情 語言又不通 那他的中文又講不到 英文又講不到 不知道做什麼 那我想這裡是 是卡住很多人的 有很多很實際的 譬如說 除了工人之外 托兒 譬如你生一個 你就叫人生兩個 生三個 那你可能請不到那麼多工人 那你找些地方托兒 譬如走開一下 不是每個家裡都有老人家照顧 或者什麼 這些事情是很切實的 很實際的問題 他不考慮這些事情 你只是說給兩筆東西 你自己搞定 不是拿著錢就搞定 一到 請不到人 找不到托兒 就浪費了 他為了應對那個赤字 債務 債務又不是很多 不過那個儲備跌得快 那他無可奈何要這樣做 但是就是很不幸 現在是全球都準備進入一個向下週期 你向下週期的時候 就是逼著要平衡自己的預算 然後要在可能貧臨衰退 或者已經開始衰退的時候 去加稅減開支 這個就是就是 就是一反他 想著反週期的一個說法 他最初上岸的時候 很強調反週期的 但是當然 當初都不見他反週期 因為當時的經濟都挺OK的 他都不斷派錢 那這些就完全體現了 你有風洗盡 你無風凍督的那個結果 就是 就是好天好事的時候 就不要亂睡 亂睡 當時就是亂洗錢 現在的結果就是 你要撐個鍋 要撐個數回來 那你經濟一差的時候 你怎樣加稅 怎樣減開支 你都拿不到幾個出來 現在沒有什麼辦法 很避毒 不行的 你那個市場都是 都是要市場力量 才能走到方向出來 你純粹靠自己錢賣 這個沒有意思 因為當然了 現在市場都不多參與了 比如你用一個 國有化市場的手段去做 但是這個沒有意思 是自己騙自己 因為上市的企業的目的就是集資 集外錢 你現在政府所謂叫國家 國家的錢 你猜是中共拿出來的嗎 都是那些什麼基金 那些基金其實都是人的錢 不是他們的錢 實際上 你以政府的名義 就是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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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藍用人民的工 就是藍用公帑 以這種手段 去拿人民的錢去做事 這個不做得久 就是 講你 你對那些集資的企業都沒有意思 那你明知道自己糖水滾糖 要滾得多久 就是整件事是要經濟好 那個市場就自己會升 如果你那一陣子 擺上板的股票是見得人的 有基本因素的 有潛質的 就是 個個都會買 就是買東西的那些人 也都未必考慮靜持 很多時候我見那些 那些分佬啊 或者從事金融那些 其實沒有分黃藍的 沒有分什麼顏色的 他有錢賺他就去 他說知道你那麼多 就是你很明顯是沒有錢賺 你整個經濟現在不行 他們才走人 近幾年呢 就一直有赤字 為什麼呢 之前就不是 之前有盈餘 現在是比較赤字 就是我想那個差距 是本來可能突出了幾個到十幾個巴仙 現在可能是反過來的 這樣 那 那個問題是主要在那個收入裡 就是 就是因為一路 香港那個財政的收入很依賴地產的 那你現在近年 就是不是很賣了地 疫情那時候是沒有賣 現在都沒有什麼人買 就是拿出來都沒有人買 那變成了 所以說 地產直接的那個收益 賣地那裡少了很多 那另外就 地產相關的收益少了很多 你看到譬如 那個樓市的交頭這麼頑皮 那譬如 相關的那些印花稅 蠟椒 就是一大堆的稅收 就是你放在那裡 但是實際上成交很少 所以那裡收少了 那股市也是 你收印花稅都是這麼說 就是現在那個交頭又少了 那樣東西都少了 就是那個企業生意又差了 那你得稅那裡又少了 那樣東西都少了 那你不就赤字了 就是我想 我想開支就一直都挺穩定的 就是 你有這麼多人 就是說雖然有人移民 有些什麼樣的 但是大致上 香港人口都是七百多萬的 那個變動不是太大的 那窮的都是窮的 有錢的都是有錢的 就是不會突然間有錢破產 變窮窮的 突然間發達 就是這些少數不是多的 那變成了 就是要應付日常的社會福利開支 那部分 其實就不是差很遠的 那所以就是 主要條數就在那個收入那裡 就是突然間難看了 就是你一路赤字 一路都叫做日不夫之 已經是大問題的了 就是你有幾百萬人在這裡 那幾百萬人都有開工 都有生意的 就是沒有以前那麼好 那你現在的企業都不是說 完全沒有錢賺的 就是不會零的 你一樣有的 不過是沒有什麼增長 或者有些可能倒退 但是你倒退都是一個時間的 就是我想全世界的東西都在那裡 在那裡通脹 水上全高 你很難說明義計 因為你知道那個財政的收支 就是明義計 沒有扣通脹的 你明義計 其實很少會縮的 就是那個收入應該都是 你最多是不增長的 但是你開支那裡會有增長的 因為你整體的東西一直貴的 就是譬如說你今天要給那個 社會的福利開支 跟去年今天比已經不同了價錢了 很多東西都 那你如果就是賬面計 很多東西都上升 而你的收入沒有辦法追到的時候 那就會出現赤字了 它現在那個問題就 其實兩個東西 一一樣就是那個地那裡 因為你的地產現在被大陸扯著 大陸現在爆煲 那你香港的地產不方好的 有一段商場時間都不會看好的 那那那些地產商不買地的時候 你政府是很惡搞的 就是也都現在有一個新的常態 就是那個 那個web from home 的因素 或者很多人來香港開公司的因素 你變了很多那些商業的樓宇 或者商業的用地 其實你很難出到貨 其實那裡的數字應該挺漂亮的 比如說 你有那些黃金的地段 核心的地段 如果你那些都賣得漂亮的 其實那個問題就大了 那那些 但是我理解都是叫做非經營 或者非經常的收入 那你不是說很穩定的 可以長期依賴的 因為地那些其實都是周期的 你的地產如果不行的時候 就自然會少了 那它膽那一塊應該就是來得稅 就是那些企業賺錢 那個公司交的那部分的稅 那部分呢 其實都有一些外資走了 那這個反而傷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 在那個五屆那些 就是一次過或者是 不是經常性的收入 其實主要就是兩大塊而已 一塊就是企業交的 一塊就是那些僱員的新孔稅 其實這兩塊就是主的 那你如果這樣拆來講 其實你得稅應該是厲害的 就是你香港一向就是做生意的地方 那如果有一堆那些企業走了 其實這裏就會傷了 那當然你說不要緊了 開了門口讓大陸下來 大陸下來那些企業 它究竟是不是 好像以前的外資 賺到那麼多錢 那就很大疑問了 就是我估計 這裏不是很 你都收到很多的稅 還有收稅的效率不是很高 一般來說 你企業都有很多方法避稅的 就是譬如 有些開支的扣減 或者很多的方法 那你還有本身 香港的企業的稅率 都不是很高 在說給新款稅都低了一截 那你在這裏來說 你又不敢加它 你一加它的話 那可能很多公司 就不在這裏開檔 就搬去離門 搬去外面 其實很多人想走的 如果你一加稅就走得更快 那所以它這裏 也都不是太容易去開了刀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人口老化 就是人口老化 這個也是很糟糕的 這個就更加是長一點的 就是不是今時今日的問題 這個問題已經是二三十年的了 這個問題已經是 就是二十年前都已經在說 就是要不要開這個GST 只要是銷售稅去 就是長遠來說 保持那個收支平衡 那時候講完之後沒有下文 就是沒有人有決心做 當然你現在這樣的環境 就是通脹那麼高 大家那個消費力弱了 你再說要開銷售稅 那就反彈會很大 還有就是真的有機會打擊那個消費 打擊那個經濟 就是現在又不是一個好的時候 變成它沒有辦法 它唯有看著它建紅一段時間 就是不奇怪的 你看回譬如說97那時候 都連續好幾年是建紅的 那你現在一樣 就是那個經濟差 那又是一個樓市向下 那其實香港那個 整個政府那個收支 根本是跟地產界直接掛勾的 如果你地產界都這樣的環境 那它一樣是建紅的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